请听题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刘金银香囊 其镂空的香球可以随意转动 为什么里面燃烧的香料不会洒出来 A 香球里设有精巧的机关 始终都能保持水平 B 镂空的香球里还有一个 盛放香料的十星小球 C 香球内的香料为特定的球状 燃烧时不会洒香灰 D 香球越往内层 空隙越小 保证香灰固定在球内 请答题 这个很精巧 其实这种香囊主要是什么 挂在杖子上 挂在车上 放在袖子里的还是这种丝质的 丝质香囊就不要去燃烧了 香药就可以了 它应该是用了两层的机关 然后使这个中间的这个橙香灰的这个半球形 始终保持在一个水平的位置 这道题目 场上的六位选手 全都回答正确 就是A选项 祝贺各位 各自加上十分 看来大家对于这刘金银香囊很熟悉了 来说说你眼中的刘金银香囊 悟空 它里面是一个类似陀螺仪的结构 也叫长拼环 用不同的圆圈在不同的地方结合 来保证它在有配重的情况下 一直是平衡的 而且许许直接带了一个 那天我还闻了 真的 我们联系一下许许 刚刚这题答对了吗 答对了 因为这个香囊我太熟悉了 这个刘金银香囊和葡萄花鸟纹银香囊 是同样的 它里面不是陀螺仪 而是水平仪 它有三层套圈 从里到外 外面是一个壳 里面一个圈 两个圈 三个圈 最中间是一个小碗 你把香料放在那个碗里面 无论怎么转 因为它是水平的 就不会洒出来 而且这个香囊 比较厉害的一点是 你不只能放香粉 放香球 你如果是点燃的情况 放在里面 它也不会引起火灾 因为外面有金属 所以有一句诗叫 暖手小香囊 香囊可以暖手 为什么可以暖 因为它里面有机关 说得真好 谢谢许许 而且有文献记载 文字上最早出现 这种球形香囊 是在东汉时期 当然我们已经考古出土的文物实证中 都是在唐代使用的 那一定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好奇了 这香囊 平常我们见到都是香包啊 为什么咱们现在把这个球形的香囊 也称作香囊呢 这香具和香囊之间是怎么画上等号的呢 这就要说到当年在法门寺地宫 其实是出土了一件和今天考题中 我们看到了这刘金银香囊的一个同款 那在法门寺地宫的物账碑上就清晰地写着 它是香囊 所以我们就准确地知道了 它的称呼在唐代就已经是香囊 这种香囊啊 其实也叫香球 古代两种说法都有一种香囊或者香球 可能香球的说法呢 也是比较多 陆游啊 在他的老学员笔记当中就说了 说这个在车上挂这样的香球 然后呢里面点香香漂湿里 当然他说的呢会稍微一点夸张一点 但是你就知道这种香球的作用 它是挂在这种车上啊 或者是挂在屋子里的帐上啊 当然也可以像我们刚才叙叙说 自己随身带着 也未尝不可 只要能使用就行 因为他毕竟是在不怕行走 不怕颠簸 然后呢一直保持这个里面的水平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香球啊 在法门斯地宫当中 好像我印象是不止一个吧 有大还有小 而且机关非常的精巧 它主要是里面的两层圆环 再加中间的一个半球形的一个香鱼 来组成 那么应该说在唐代 有这样的一个香球 这个技术精巧度啊 是非常令人叹为观止的 在《西京杂技》 这样一部文献当中 也记录到了 在东汉时期 它还可以放在被子里面 所以又称作是被中香炉